各位天使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文 你一定发现今天跟我一起聊天的还有一位朋友 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直播 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他也是我们天使星家族多年的好朋友 洪益晴心理师 益晴,大家好 益晴在天使星家族带领了我们的手足团体十年以上 他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心理师 那今天我们两个一起要来聊一个主题 那不知道我们的天使星的脸书的好朋友们 你上个礼拜有没有看完结片呢 就是我们与饿的距离 那我先跟疫情分享 我一开始对于这个片名觉得有一点排斥感 就是什么我跟饿的距离 可是我说实在话 我第一次不小心在电视上面转台去看到一点片段的时候 我是有点排斥看下去 那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其实是我生下永津之后 我整个生活习惯其实因为爱情有很大的改变 以前我也是会看连续剧的 我考高中连考的时候 我妈还跟我说 你明天要考连考了 你今天还在看连续剧 那时候我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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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柳香 那我知道看连续剧会上瘾 所以后来我觉得 当永津需要大量的复健的时候 我其实是强迫我自己必须要割舍我喜欢的连续剧 因为你看了一集 你很喜欢你就会想要看下一集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为孩子做牺牲 那我已经20年没看连续剧 所以人家每次都说 欸那么追剧啊 韩剧啊 我其实都搞得很清楚 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不想看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看了一点点片段 我觉得有点沉重 那我就在想 我要让自己陷入那个感觉里面吗 所以我就犹豫了 立刻就把台就转掉了 那你看了吗 我看了 每一集准时收看 准时收看 你有几个小孩 我有两个 你有两个小孩 然后幸好它播出的时间是晚上九点 对 就是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 所以礼拜天晚上我就要先帮你赶去睡 所以我跟我先生都有一个默契 礼拜天下午不准我睡 哦 哪是这样 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 你为什么那么坚持你一定要看 我其实是因为一开始被它的那个预告片吸引 嗯 对 然后我就决定要去看这一部片 哦 它吸引你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探讨在一个社会环境底下 我们不同立场的人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可是在那个冲突的背后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样的恐惧 我们有一样的渴望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做心理工作的 那个过程中常常会去探讨的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是这个部分吸引我 然后那我看了第一集之后 我就会觉得好想继续追下去你知道吗 然后就像那个追剧的感觉 就想知道那过去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就这样 就是每一集就是准时收看 这样 我 嗯 果真啦 就因为我不是心理师嘛 所以我一点都不想要去探究这些事 可是我那个很强烈的那个印象是 我觉得它好像在影射一些社会事件 也许很多事情我们过去都知道 但是我们可能就这样擦身而过 那我真正开始看这一部戏 是我们家的三女儿 应该也是你认识的 他们小时候叫你晴天老师 他就是晴天老师 孩子都长大 可是老师都没有变老 美儿有一天 他就在学校赖我 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部戏 我推荐你看哦 你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 好多议题在里面 一定要看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再说吧 隔了两天他就跟我说 我已经上线了 我付款 好积极哦 对 他说我这个礼拜回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我的账号看 嗯 然后果真他一回来就说 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看 拿起他的电脑 然后呢就开始播放 结果呢 这个小孩啊实在是 不知道是谁叫他的 他看一看呢 就给我按暂停 嗯 然后就跟我说 停 嗯 妈妈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他 你会跟他一样吗 哇 他问的是谁呢 我想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家庭 是 这个家庭就是 如果你看你就知道我在说谁 刘昭果 宋 乔安 夫妇 他们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刘天琴 一个是刘天燕 那天燕这个儿子呢 就是在戏院看电影的时候 就被随意杀人的一个 一个另外的另外一个男主角 就被枪杀了 嗯 美恩就问我说 如果你是宋乔安 你跟他一样吗 嗯 你会用工作用酒精来麻痹你自己吗 嗯 嗯 那那时候我就 我觉得其实 我就跟他讲啊 我说我们家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啊 就是大姐 然后 我就问他说 你还记得永金过世的时候的事情吗 其实那已经距离现在 十四年了 我好像没有机会很正式的去跟他谈 大姐过世这件事情 那那天我就跟他说 我跟他不一样欸 我跟宋乔安不一样欸 我没有用更多的工作来麻痹我自己 我知道我那时候过得很糟 然后也是我个人信仰上一段很黑暗的期间 然后我也告诉美恩说 嗯 我觉得永金过世之后 然后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 我不太喜欢跟人说话 然后我不太能够开口祷告 嗯 所以我形容那是我信仰上很黑暗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跟美恩说 我没有跟他用一样的方式 但是呢 我后来就觉得我承认我自己有这些感受 然后我也接受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我就反问他说 那你记得吗 那时候你才幼稚园大班 你记得什么 他就跟我说我记得我有住院欸 嗯 我说哦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住院吗 他说是不是我发高烧 那他就问我为什么发高烧住院 嗯 我就回答他 其实连医生都检查不出你发烧的原因 但是因为你的烧好几天都不退 所以你只好被留在医院不能回家 他居然反问我一个问题是 这是不是创伤压力正后续 哇 我整个吓一跳 我说 诶 奇怪 你不是学这个国际观光管理学系吗 你怎么会说这名字 又往后看了好几集之后 我发现其实美恩问我的问题都来自于这个戏剧 我相信这个戏剧带给他很多的省思 他就问我 我就跟他说 其实医生并没有这样说 不过你干妈确实有过这个猜测 美恩的干妈呢 其实就是晴天老师的老师 是你老师 我就跟美恩说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 但是这并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就 我觉得好像也因为我跟他一起看这部戏 然后他这么的直接勇敢的挑战我 每次都按下暂停键来问我问题 你会这样吗 你会怎么处理 反而促进我跟他的对话 那我不知道 秦天老师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你又是一个新人士 你觉得宋乔安这样的反应正常吗 我在想 我常在想正常这两个字 因为其实宋乔安他面临到的是一个 他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孩子 他是没有办法去预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对他来讲 可能这个也颠覆了他原本的价值观 跟一般对一般的理解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就是 父母可能会比孩子早走 对 这是一般的价值观 所以这其实颠覆了父母的常理跟价值观 所以他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再来就是我一直觉得丧子之痛这个 他是父母为人父母才能体会的 他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 所以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 当他选择用需求工作 来拿给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在不正常的状况下的正常反应 因为你失去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况 那个不合乎常理 那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跟预测的 可是这个可能压垮了他 因应外在事件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只能选择用这种方式 来让自己好过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他埋首于工作 不代表他不在 也不代表他没有感觉 甚至因为这个感觉太痛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让自己好一点 他只想要让自己活下去而已 所以他其实这些反应是可以被理解的 只是说他好像把很多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去盖起来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 当父母失去孩子那种痛 其实是很难用 很难用语言去诠释他 所以你会给我们这样的父母 什么样的建议吗 当我们面对孩子的逝去 我会觉得一个部分是 当我们的孩子逝去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是 我们需要去让自己知道 我们不要那么快恢复 因为我觉得这个失败 不要那么快恢复 不用那么快恢复 因为我觉得这个伤痛 可能会痛很久 他可能会经历很长的一段过程 因为那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历程 我常被问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 真的喔 就是要走多久 就是有一些跟我一样的经验的人 就会问我说 你走多久 我觉得我好像很难用手指 你觉得呢 走多久 要看走的这个历程是什么 我觉得很难真正的走出来 我必须坦白讲 我觉得这种痛可能会是一辈子的 你不可能期待 你有一天不想念你的孩子 所以 就是如果我越期待说 我要赶快走出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对自己是非常残忍的 那所以一个部分是 我不要期待自己好像很快可以恢复 甚至我会期待 我有一天可以不想这个孩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好像是一个动作 我的心里就是空掉了 没有了 那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 她的那个伤痛其实是非常的巨大的 对 对 所以 我觉得可以容许自己 如果我想 如果我撕灭她 我就好好的想念她 撕灭她 可是当我发现 我沉浸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太久的时候 我可以容许我自己做一点点的事情 什么事 比如说去公园走走 去倒杯水 你去做点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 可是不代表我们是为了要忘记这件事 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可以做点事情去平衡这个情绪 可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知道的是说 这个情绪它不会完全没有 那个痛会在 可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跟新人的人聊一聊 把那个对孩子的想念 让她说出来 容许自己可以好好的怀念这个孩子 然后去做一点事情转移注意力 其实某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情绪上可以有一些平衡 是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 真的要给自己点准备 有个心理准备是 我可能会面临到第一个这个孩子的时日 第一个过年 第一个圣诞节 对 或者是母亲节 那是非常难熬的 我可以怎么去陪伴我自己度过这些几日 有没有人可以陪我 我觉得当面临这么大的伤痛 我觉得一个人靠一个人其实有点困难 对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我们新人的人 陪我们走过这个历程 我觉得那会帮助我们很多 是 是 我觉得在剧里面有一段就谈到说 刘昭果就跟他太太说 你进来啊 对 你进来 对 儿子的房间啊 你不准我们动他的东西 不准清掉他的东西 你自己又不敢进来 我觉得那一幕好震撼人 就真的是那种无法面对 而且我看起来那个时间点 好像那个剧在交代就是从事发之后 已经两年以上 两年以上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走入到孩子的房间的里面 然后夫妻两个人就在孩子的房间门口痛哭 我觉得那真的是太写实了 就是在描述我们其实失去一个孩子之后 有多难去面对那个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完结片也是很不错的 看见这个家庭他们终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恢复了 然后他们在一起脚踏车的时候 妈妈好像又想起了儿子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叫做什么 希望就在云的后面 我看到这句话我一直说 我觉得当然这个结局是一个很温馨的结束 这个结局 然后他好像就在表达说 对啊其实想念孩子的心情三不五时会跑出来 可是那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 所以我很想要跟我们所有天使心的好朋友们 分享我们在这个我们与儿的距离 这个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家庭面对孩子的失去之后 他们的景象他们的很真实的样子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跟秦天老师来分享 你也看到这部戏吗 有哪一个桥段是你非常有印象的呢 而且我也很想要知道 如果你是有招果 或者是你是宋乔安 当你面对孩子过世的事情 你会如何反应呢 你可以在脸书我们的影片底下 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 秦天老师我们可以再分享下一集吗 可以啊 当然 我们下一集我要出的题目给秦天老师 就是我们想要从这个家庭的理念来看 夫妻关系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孩子 敬请期待我们的第二集 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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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튼 罚